我就跟你講說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好不容易你看這個選戰打到現在的話 你從說實在話 之前的選戰 對不對 國民黨7月的時候全部都韓國瑜的初選 對不對 那是為了要打趴郭台銘 大家目光焦點 弄疊韓國瑜身上嘛 對不對 那時候韓粉出征啊幹什麼 每天焦點在這邊 你什麼時候關心過立委 對不對 好啦 那後來韓國瑜開始幾乎是等於放棄狀態嘛 他幾乎沒有在選嘛 那立委呢 立委想說我的母親都沒人要插了 那怎麼辦 開始要自力更生啊 要自力救濟啊 好不容易遇到卡繩這個事情對不對 哇 那個立委撿到槍 大家撿到槍 這個時候好不容易撿到槍耶 對啊 照理來講民進黨跟蔡英文現在的選舉策略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現在要好好愛惜韓國瑜 要把他當保 對不對 哇笑 對不對 保護他 保護到1月11號以後啊 為什麼 我只要好好的疼他愛惜他的話 那民進黨幾乎不用選了嘛 還打什麼韓國瑜 還用什麼核彈 子彈都不用啦 還核彈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看那個藍營好不容易撿到一個卡繩這個議題 幾天就開始撿了對不對 要去衝撞啊 對不對 我自力更生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議題啊 一波接一波 我第一次發現說很奇怪 有一個小小的卡繩的議題 你這些立委的議題也很奇怪 你在立法院你叫外交委員 叫外交部的官員來列席 出席來聽 來解釋嘛 對不對 你要叫吳釗謝來 要叫什麼謝長廷 什麼相關的人 你該來解釋 該來說明的就來 不是 他們大張旗鼓一直衝 現在選情太危急啦 當然啦 人人自為啊 大家都在講說 你衝著這些人 說實在外 你如果仔細看清楚的話 你看 去衝的人有哪些 黃昭順 高雄巴西立委 就只有他的左南區最穩 大家想說 你這麼穩 你又來在撞怎麼辦 不是啦 大家也會怕 對不對 那個陳玉珍 假鬼假怪 還想說他快活不下去了對不對 陳玉珍在軍門 搞什麼軍門最穩的 還在那邊搞那些有的沒有的 連金門都危急啦 那前一天那個林德福 林德福是永和的 永和也是深藍的選區 還有林毅華 大安 林毅華根本就不用去撞了 對不對 大安對手又弱 而且大安又是藍大於綠 他幹嘛那麼激動幹什麼 阿賴四寶 文山那還比較深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些人為什麼會緊張 當人緊張 你看連這些深藍 大家就覺得說你穩住的啊 對不對 這個是選贏的機率很大的人 為什麼都是這些人出來撞 那表示說相對穩定的 才有希望才去衝撞嘛 我不衝撞的話 搞不好連這些相對穩定的區域 都會落選啊 對不對 衝得好那民調真的就上去了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可是現在是衝得不好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整個選情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選情 會到這種地步 誰造成的 當然是韓國瑜造成的嘛 對不對 你好好選嘛 一堆人在外交部衝撞的時候 你在開什麼記者會 開什麼情色合成照片 對不對 你開那個記者會講了半天 搞半天是你自己含粉弄的 對不對 你不是又荒腔左板 我跟你講 當大家喔 弄了很多選 尤其快到選舉了 當你的總統候選人 跟你的立委候選人 都成為一種笑柄 一種笑料的時候 根本就不用選了嘛對不對 大家看著你出來 就笑到要死了 還要選什麼 就當作笑柄在看 對那你韓國瑜說實在話 你韓國瑜這個是什麼 王黨的那個選法 我之前就講過說 王黨的選法 當然嘛 你這個整個黨都埋沒掉了 他們現在評估 之前不是還信心十足 說我立委要過半 不分區要什麼 十七八席 後來吳敦毅在第四席 你十四名的 大家覺得沒希望啊 現在怎樣 他們評估 不分區勝十七席 十七耶 對不對 從一個月 從十八席調到勝十七 那你要選個屁啊